其实包括像明星的婚礼的问题 奢侈婚礼的问题 群众意见很大 照着 因为一下婚礼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多了解 有些也是朋友 我说你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这么得瑟 他说没办法 是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经济公司 他那也经济公司 一谈商务都有了 我结婚不用花钱 全是赞助 还能赚钱 然后呢 半个月 我在各个媒体首页 各个时尚杂志 我是封面 我为什么不去 这是他被一个商业的 这个列车给绑架了 你不干也得干 你干上以后 你会更好 人家所有人告诉你 这个话 基本对有一个小小误差 他不仅仅被商业的列车绑架 是他心甘情愿上 你还系上安全带 还跟这些人走 就走 他假装是个绑架 就是我好像不是特愿意 但上车以后 我发现这车也很舒服 也很快 我把安全带一系 等到这以后 现在有点琢磨过味了 说哎呦 我真是当时考虑不走 但是你讲了这一番因果 我就明白这个贝索斯说的对啊 即便现在明白了 但是倒退回25年前 想一想 还是只能这么做 因为这个时代 推着你啊 你要不你怎么办呢 你秘密结婚吗 其实也可以 你为什么不 瞒不住啊 直里包不住火呀 那那种女明星 要是结了婚 就说好 那我就当个家庭主妇 那会不会就好点 就那一刻 山口百慧啊 他就自由了 会不会这样呢 就女明星愿意说 这结了婚之后 我就就退去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不是 他这个 他如果在在那个位置上 他不会退 对 他是这样 他是没啥名退了 退了谁也不知道 他如果在那个高位 就高光时刻你往上退 那除了山口百慧 他第一 他有日本有这个文化 对 他退下来以后 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那现在我们 假设 我们不能说人民 我想吞出一个人民 就是你弄出一个啊 就这种高光时刻的啊 一等一的女演员 他要退下去 所有人肯定说 那啥 他脑子智力啊 上海人一定说他脑子瓦瓦了 脑子坏掉了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们认为 你的文化不支持这件事 我们的 其实所有的社会现象 都是一个文化支持 形成的一个果 不管这是善果还是恶果 它是文化支持出来的 对不对 你说八卦 八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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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衷啊 就是我们其实也很八卦 要不然你也不做这台节目 对不对 对吧 你不能说别人八卦不好 八卦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 有时候听听没什么不对的 而且那八卦 有时候 他每个人都按照 按照自己的理解 有利于自己的理解方向 去取得这个结果 跟别人传授 这个八卦呢 是有作用的 就是 当然咱这又不能 不能让女性攻击我们啊 就是说 相比之下 女孩也承认 好像男的聊的少一点 对 女孩子们聊的多 这不算歧视女性了 对对 不算 对吧 这算赞美女性 对 那么有人说呢 人类最早为什么八卦呢 星星是吧 你比如说 你看这个小动物 他要玩游戏啊 就捕猎 在打打闹闹 是因为训练 他成人之后 因为他需要去逮 逮食物 所以他做这个游戏 八卦呢 你了解在择偶方面 社会的价值观 游戏规则 训练这个东西 比如说 女孩某种程度上 聊这个不是完全没用的 他在这个交流当中 他知道 关于婚姻 恋爱 择偶 游戏环境 游戏规则 不同条件的比对 比配 你发现基本上全是这个 最早就是说是星星吧 他叫书毛 就是那个行为 就是说星星跟其他的动物 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们会相互的 梳毛 其实梳毛的时候 他就在八卦 这有一点好处 就是他在梳毛的时候 他能够帮你看到 看不到的危险 就是你那时候是放松的 但是你也不知道 你背后有什么 你旁边有什么 但是帮你梳毛的这些人 他说哎呀 这边可能有危险 那边可能有食物 所以后来就是 我一直觉得是在说私的 没有 他其实梳毛 这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八卦的 一个起源吧 前两天我们团队 一个女孩说 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 我每天下班回家 我就跟他说这些八卦 他是个理科男 他老是一句给我等回去 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看他这个 他其实是一个 他交流 他抒发 是吧 不解风情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事啊 你说他不重要 他也可能很重要 他就 因他而起的议论 会直接影响到 社会大众 对于婚姻的选择 你说对吗 他在这个里边看啊 你比如说 这个怎么办 出现了这种 这种资本关系 你不信 我再给你找一材料 我还有呢 我还有呢 就是 你像我刚才 给你讲一个女的 就是一气之下 净身出户 最后后悔 那同样还有相反的 这个女的 现在都出来了 让外遇老公 净身出户的策略 就是 你知道吗 发现这个老公 在外边这个出轨 他的这个梦啊 彻底粉碎之后 我要实现一个目的 不是跟他平分财产 而是让他净身出户 净身出圈 他说怎么办 我通过黑客软件 定位跟踪 发现他凌晨去了酒店 第二天一大早 我跑去酒店 查看了监控 我破解了 他的手机密码 敲出他手机里 生意上重要的人物通讯录 破解了婆婆手机的密码 翻出老家 所有亲戚朋友的 联系电话 甚至于就是说 光有他出轨的证据 这还不够震撼他 我他做生意的人 和他的这个生意圈 难免有些不法的事情 我连这个证据都搜集 搜集齐了之后 他说最后的一幕 是在他的办公室发生的 拿到所有的证据 到他办公室 十分钟之后 他就出来了 老公签下来的 一分钱不要 所有的财产归他 他说而且 我还是要让我的律师 通过法院 来把这个判下来 因为这种私下的协议 还怕不够反律效力 你瞧 现在已经有了这样 有胆有识的了 不值得魔法 不值得魔法 这个事给我听的有点毛骨悚然 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这么干事 你这个不及后果 这是不可能的 事件上的事 有一个很简单的事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 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 那任何犯了错误 都有一个救济方法 救济方法只能达到相对公平而已 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 尤其不能说你还我青春 简单的说 那我也有青春 是不是这个意思 男女一分手再说 什么我那么年轻 我那么漂亮 嫁给你了 你现在还我青春 那青春怎么还呢 对不对 就算水时费啊 那所以这种都叫无理要求 就事论事 仅仅夫妻啊 夫妻有短的 像两宋这个才三年 三年接不接 离不离都差不太多 你三十年也有啊 对不对 我们过去举的那些例子 那个都由贫穷到富有 巨大的财富 你还是有这个问题 就包括这个谁啊 这个亚马逊的这个 贝索斯 贝索斯啊 你这么大的财富 全世界首富 他不是也面临着离婚 但是人家女方做的高级 不跟你纠缠 没有非得平分这个原则 天下的事我告诉你 所谓的平分也是相对的 怎么可能平分 你那个财产 它不是一个钱 钱好办 最后一切一出二 就分了 但是好多都是 说经了财富 马爷你看 您收藏 我突然想起 你比如说 假如您这个财富 就是您的收藏 这收藏都得成堂的 几把椅子 对吧 一堂四把黄花梨 怎么分 你说这一分 或者说你老婆也不收藏 那怎么分呢 怎么分呢 就明白人就是说 一种恶劣的分法 就所有东西都拿句子 一句为二 那不值啊 那要不然就变成说 你拿一件我拿一件 怎么来回拿呗 农耕时代 分家敬这个 比如签牲口 一堆牲口 你签一个 我签一个 大家挑呗 所以你要说 让他绝对公平 没法绝对公平 离婚这事 就不要再试图 找这个绝对公平了 要想开 八卦的这个新闻里边 确实很丰富 有些呢 就特别像胡同里的故事 比如说 王宝强的故事 什么就 他那个八卦狗血吧 跟这个市民阶层 很接地气 有些 太接了 人气不太接了 所以观众得到 很大的满足 哦 原来跟我们胡同里 是差不多一样的 这故事也差不多 有些呢 就完全是 比如说精神上 你像这个 我特别喜欢 就是八卦里 有我喜欢的吗 有 格里高利派可 跟这个贺本 嗯 最后他死了 他去 送了花 哦 原来大家 当时罗马加日 全世界都认为 他俩应该在一起 最后 他告诉大家 他依然爱着他 哦 是想爱他 想爱他一辈子 那么还有这个 基诺里维斯 跟那个桑德拉布鲁克 嗯 那么我看到 有一个节目 就分别采访他 他俩说 其实我当时 是喜欢他的 哦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就二十多年了 但是当时 因为他太好看 我不好意思看了 就是这种东西 因为外国男人 有这毛病 也有 这种八卦 其实我觉得 还有一种 就是说你自己 很诚实的用 反正也都是演艺行业 大家去表达出来 其实我觉得 这种也省去了 被人八卦的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反 就我很喜欢 一个韩国的导演 叫胡尚秀 他就是跟一个 韩国的女演员 叫金明喜 然后他们也是不伦嘛 混外脸 然后这金明喜 交往的全是大帅哥 巨大的帅哥 但是后来就跟一个六十多岁的导演好 而金明喜很厉害 就是发短信给导演的这个老婆 说你跟他好了这么多年 现在该我了吧 就是非常猛 但是他们很有意思 就是后来 红尚秀 他就把他们的这个感情 全部都导成电影 就是他每一部 其实都会有他们感情的影子 其中有一部 我很喜欢 叫独自在海边的夜晚吧 里面就是金明喜演 一个女演员 然后男演员 他另外找了 就是一个导演 然后关于他不是美化他们的感情 他把他们之间的那种尴尬 那种绝望 甚至是很龌龊的 然后这样的欲望 什么不堪 全部给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 就你不制造美好的幻觉 你告诉大家 我就是这样 这就是真实的我们的感情 那我觉得 大家其实也容易理解 也不会在你身上涂射幻象 然后再破灭 有这样一种观点 就从你这来的 就是说这个艺术家 或者说是这个演艺人员 他们有感情经历多一些 跟他们的职业特点也有关系 比如俩人俊男靓女 在一块拍戏 演男女爱情 一起待半年 他就是有可能 而且呢 这些个经验 也可以作为他们演艺的这个素材 或者艺术家创作的这个作品 这就说到说 那么我们这个观众 对他们的要求 或者说所谓这个严酷的舆论环境 能不能因为这个 就稍微松懈宽容一点 包容一点呢 现在好像 观众对他们要求更严格 对 你看 我刚才一直在脑子想 他这事 就说的这个 这个高丽派克这事 你看西方文化是这样 他到老了 他会说出来 中国任何演员 到老了都不会说 他把所有的情感 就跟着他一块就死了 他有没有 他肯定有 他不说 我就想起我在美国 看过一个节目 那时候去美国住的一朋友家 英文听不了 他把一句一句给我翻 非常受感动 他现场就是 记者采访一个男的 这个节目好像就叫 我的梦中情人 听着就好听 一个巨幅的大照片 特漂亮的女孩 他说这就是我的中学同学 我当时怎么安理 他说了好多好多事 然后他说你真的很喜欢他吗 说真的很喜欢他 说我这么多年都不能忘怀 说那你就好好看着他 然后这张大照片现场 砰就破了一张纸 一个特别肥胖的女的 晃晃悠悠的 出来以后就是那女孩 你看这男的已经也变成 美国那个三百斤的胖子了 跟那中学时代完全都不一样 那女的就特高兴说 就说为什么就是 你那时候喜欢我 你不跟我表达呢 就是他们都特别真实的表达 这种节目就是极为感染人 就我其实跟这个文化差那么大差 有的感动的都不行 我觉得人生有这种美好 去有机会叙述 让别人知道 中国人肯定不会说 哎呀 我根本就看不上他 心里不是这么想 今天你要说做这样的节目 我觉得你中国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 但是能不能找到这样真实的表达 也很难 都变成演了最后 就是演型 她媳妇不干 对对对 她媳妇还不干 对不对 我是觉得就是 这种影视和大众传媒 她确实应该想满意 说就是她不应该是缩减 人们对于真实的认知 就当年影视剧里 所有人都是从一而终 大家就认为 好像只有从一而终 这么一种选择 我觉得这个大众传媒 或者艺术 它是应该展现 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人性 人性的灰色地带 然后让大家看到 这些灰色地带 而不是就是一个美好的 但是是一个假象 我觉得这种 大家对于生活的理解 也会变得很难 你知道就是 我现在想 就是说我现在就明白 一百年前 乃至于两百年前的 哲学家们 在考虑这个世界的 问题的时候 他的很多观点的起因 我现在明白了 你比如说认为资本 是这个万恶之源 这个话 他能这么想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到最后 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有件事情 进来了 就是说比如说本来 演员演戏 艺术家创作 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是咱们古典的理解 但是后来一变成 这里边带了大批的资本的时候 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变形 你说马彦琴是不是 那么好比说一个西方的资金 看中了一个中国的某个当代艺术 框期一下 你们不是土编吗 我告诉你们 我有话语权 我就买 我一千万美元买 然后你们中国这些土豪们也跟着上 跟着上我一抛 类似这样的资本游戏 对吧 然后你就会发现 好了 就像你说的 就像满叶说的 既然发现人都把我抬到车上了 我一看点好 我再扎压年代 这不也是人性之自然的吗 谁能挡得住 你现在想起来 这些事情就是种种操作 你觉得是不是背后有个这么个东西 当然咱也不能说资本这是它的恶的一面 它一定也有它善的一面 资本本身就是人格化的 就是以前人家认为 好多人都说资本它是一个中性的 烙在好人手里 它是起好的作用 烙在坏人手里起坏作用 不是的 所有的资本都不是抽象的 它是人格化的 怎么讲 它代表一个人的意志 看这个资本在谁手上 所有的资本都是有话语权的 就是我不是说 把这钱就给你用了 你随便用吧 不是的 资本后面是有人的 我要最大化的 我利益要最大化的 就是这钱是谁的 最初 对 现在给你不是你的 是假象是你的 是的 我投资你那个电影 你好像操控这钱 实际上还是我操控这钱 对 要求很严 越来越严 具体很具体的条款 在资本面前 就是人会异化 人性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问你 你觉得 就是说这一波又一波的操作 是对他们这个资本 落着好了 还是对本人有好处的吗 资本在明星的运营上 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认为他们在这个 对所谓明星的人设上 各方面 包括婚姻恋爱的设定上 他们非常有纪念 怎么样能多赚钱 怎么样就是付费能力 让他的粉丝付费能力 体现出来 他们非常成熟 离婚也能多赚钱吗 离婚 我觉得 这个很难说 如果是他俩 他俩的婚姻 影响他俩赚钱的话 或者影响其中某一个赚钱的话 我认为经纪公司和后面的资本会 毫不犹豫地鼓动他去离婚 离婚是不是对女明星来说更好 因为离婚了之后 他就有这个独立女性 然后就是这种新的形象 但是男的好像很容易就落着一个 父亲汉的这种 这种这种形象 是不是离婚对女明星来说更有利 在中国情况确实是 其实我们知道以前离婚 当然他不是设计的 他受益比较大 比如说像刘晓庆 每一次离婚或什么的 他是作为一个 因为那是他的社会形象 他是一个独立女性的社会形象 不断地在强化他那个社会形象 所以客观上讲 对他是有利 越离越独立 越有价值 现在你比如我们现在 这个节目很别扭 不能直接说这人名 都不是私下 你先说我就这样 就是现在有的那明星 肯定是他只要一离 那女性肯定比他现在有价值 肯定有这样的明星 肯定的 因为你看你在最简单是 他们俩一出场的时候 你看底下跟帖 几千上万条跟帖 有时候就是骂声趋向一致的时候 那肯定是要离的 离到才有价值 这里也有数据 这个人有数据分析 我不是干这个的 我就是瞎看 我也是八卦 我跟你没区别 但是我一方面 我也是八卦 另一方面 我有时候也经常反省我自己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啊 马爷就是咱们这个早晚 有个大县在面前 你知道吗 我那天看见一个上师 讲一句话 对这个正在八卦着的我 我当时就不八卦了 我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 他说你们天天讲着这些男明星 女明星 婚姻恋爱 乐此不疲 在消费他们 在狂欢他们 好像你们能够永远活着一样 你知道吗 就就会觉得 你想 哎 生命有限 如果突然间就到最后一天 我一想 我这辈子大部分业余时间 这就根了 我天哪 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以为你能永远活着一样 你天天天天天就聊这个 没有人 没有人这样认为 但我们生活中 大部分都是一个无聊的时间 需要打发 为什么现在八卦那么盛行 信息来的速度也来得快 这俩人一离婚 一小时之内全国都知道了 他那挂上网 一般情况下 你一小时之内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本身 它是一个产业 就是他的这些消息是一个产业 以前呢 我们90年代 我们写戏的时候 当时那个叫余记 其实这些新闻是由余记批发出去 但是余记当时的媒体呢 我们的媒体基本上是国营的 而且余记也很自觉 就是这个事我们是不能报 报了这个人就完了 但实际上这人没干任何伤害别人的事 没影响别人 但是所有余记还有一个底线 所以当时那么多 全国那么多余记 既然能够做到这一点 很难得呀 今天是不可能的 就是道上还是有点良心 现在没了 现在还早没了 现在你不是也得说 现在这个明星一结婚离婚分手 什么相恋 这个自媒体文章 当天晚上就多少天就出来 我觉得这个运动员 裁判员 解说员 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中国中的乐趣和利益捆绑在一起 那肯定是落霞与孤舞齐飞 讲得好 讲得好 落霞与孤舞齐飞 求点孤舞 这娱乐圈一片风光 哈布四宝王朝 或者汉代的和亲 在资本面前就是人会异化 人性会发生变化 隔离高丽派 隔离高丽派 隔离 喝吧 这世界很酷